今天讲一下主要是根据我处理离婚案子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注意事项 第一项离婚无效的情况 为什么有时候离婚多年 后来发现这个离婚是无效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华人喜欢办离婚的时候喜欢要快 有时候看到报纸上面有广告 以为只要是广告就一定是合法的 有时候就去办了这样一个快速离婚 后来多年之后去移民女文化的时候 移民女就了解进一步的情况 当时就是问到她 比如说你当时有没有在拉斯维加斯住个 他人说从来没去过 这样的话也可能移民女会认为 这样当时的一个在拉斯维加斯办的一个快速离婚 就有可能是无效 那这样的话这影响就可能会非常大 因为当事人多年之后 说不定已经重新组织了家庭 重新领了结婚证 这样变成以后的结婚也是无效 第二项我想谈一下就是离婚 启动程序之后这个夫妻财产的分配的思想 婚前协议签订的情况是越来越多 这个婚前协议的这个目的呢 主要不是为了去伤害对方的利益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的利益 避免呢就是以后离婚的时候呢 就是要花费额外的律师费去打这个官司 华人的特点呢就是说一提到婚前协议呢就很紧张 认为这个会伤害这个夫妻的感情 其实呢这个是 这是担心是多余的 家暴离婚呢就是说这里面呢 有两个情况我想解释一下 第一的就是说如果夫妻一方有人报警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夫妻又和好了 又反悔这个当作报警的事情 想要把案子撤掉 政府的律师不一定愿意 配合受害者把案子撤掉 就是案子一旦立案之后 因为政府是原告 不是报案的人是原告 受害者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可能的后果 案子一旦上了刑事法庭 很有可能这个案子就撤不掉 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这个一家暴理由申请绿卡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有华人在这边 就是认为自己是家暴的受害者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收集证据 报警的记录 医疗证明 这个去看医生 这个这些病例都要保管好 这样以后就是移民局 他需要检查这些记录 如果呢夫妻一方有错误 但是在纽约这边呢 在分配财产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呢 并没有特别的处罚 所以没有说有这样一个规定 说一定是让对方近身出负 如果是平分 那还是平分 不会因为对方有外遇 或者有动物手 而影响他分配财产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是有错的这一方呢 这个要提出来像没有错误的那一方 要生活费的话 那么呢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争读肩负权 小孩子肩负权的时候 比如说一夫妻一方有外遇 这一方有外遇的一方 找到他的那个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是喜欢酗酒 喜欢吸毒 那这样的话 这个另外一方就可以提出来说 以后的小孩子不可以跟他这样的人 生活在一起 纽约州呢 最近几年有个就是 把这个离婚呢 就是变成是叫无辜错离婚 就是说不需要证明对方有任何错误 也可以提出离婚 简单一点讲就是说 只要当事人认为感情已经破裂 超过六个月以上 哪怕是对方对当事人还是有感情 但是呢 这个提出离婚的这一方说 对对方已经没有感情了 已经超过六个月了 感情已经破裂了 那么呢就可以提出离婚 导致离婚病毒来说相对容易很多 不需要 以前的话是 纽约州是美国最后一个州 是一定要证明对方有错 比如说对方抛弃他 对方虐待他 对方有外遇 等等这样的情况 但是现在已经不需要 现在哪怕是原告本身 就是提出离婚的这一方本身有错 都可以提出离婚 我们的处理过程中发现的是 离婚的案子应该是越来越多 而且是年轻化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 如果我要建议 这个观众朋友的话 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经济状况 不管是你有没有工作 我觉得在这个你提出离婚之前呢 最好是找律师谈一下 也许你最后没有请律师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找律师支权一下 了解一下自己有哪些权利 哪些义务 这点很重要 有时候你以为你很了解 其实我未必能了解 你可能会失去一些重要的权利 在美国呢 哪怕是无争议的离婚 都是一个很复杂的构成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无争议离婚 我们要去法庭 差不多要去四次 这样一个构成呢 通常需要差不多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甚至离婚呢 并没有要求 一定要请律师 但是如果你自己去做的话 也是要把这些程序 全部要按照这些程序来做 如果是无争议离婚 是不需要向方上庭